不行 还不能再去问第二次 更何况 要你放低身段去问她 你还不得恨我一辈子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啦 我的大小姐 三少爷 姚市长 坐 好 静静啊 三少爷 上次多亏了你齐招退敌啊 要不然咱们现在都在阎王殿上了 姚市长 什么齐招退敌啊 你就别抬举我了 分明是他慕容风胆子太小 有勇无谋 我才烧了一把火 他连山都不敢上 分明是给成军丢脸 慕容家那小子可是以智慧出名 十六岁就当上少帅 怎么能说他有勇无谋呢 要说的话也是三少爷智勇双全 济高一筹嘛 三少爷 这回你可是大气晚成 叫明镇江楚了 别说是江楚了 就是远在益州的李帅 得知三少爷退敌之法 都特意发来贺殿 表示祝贺 是吗 姚市长 你这场的那出戏啊 这可都是您的亲兵啊 这几位呢 是李帅派上来的亲兵 李帅说三少爷厚生可畏 特意派亲兵上来给你祝贺他 顺便请三少爷到益州府上去坐坐 蓝波 高公子也来了 三少 高公子来得正好 李帅听说昨天你火烧之山的妙计 特意派人上来恭贺你 哦 那也不算是什么妙计 只不过是根据帝氏 我说三少爷啊 你怎么把功劳都推到别人身上 所有的人都知道 那是三少爷在枝山上放了一把火 吓走的成军 三少奶奶 我说的对不对啊 姚市长 你问他干什么呀 他什么都不懂 昨天着火的时候恐怕都躲到被窝去了吧 姚市长 昨晚的火势我是亲眼看到的 成军来势汹汹 要不是火势阻挡了他们的路 还指不定出什么乱子 姚市长地位尊贵 这要是在枝山上出了什么事 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三少奶奶真是伶牙俐齿啊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我们男人讲话 你一记女流懂什么 姚市长既然是带着李帅的话来的 不妨摊开直说 好 昨晚一 三少爷的智慧不雅于二少爷 但是不知道三少爷的枪法如何 这把枪是李帅派人从美国进口的 专门配备给亲兵 李帅想让三少爷搭把手 看看这把枪的性能 如果这把枪的性能不好的话 还请对枪械渗走的三少爷 到益州府上 给李帅讲讲其中的奥妙 既然姚市长这么热情 那连凯盛情难却了 说吧 怎么个逼法 姚市长 一个人打球 一个人开枪 谁先开枪 打中那颗球 谁就是赢家 好啊 姚市长 这是别出心裁啊 你又是谁啊 在家姓宋 是三少爷的新任副官 我奉二少爷的命令 要平安地把三少爷带回府院 三少爷身娇肉贵的 凭你一个人 就能保护得着他 军令如山啊 姚市长 你不会为难我们吧 刚才那一枪实属是貌美 如果姚市长没有看清的话 我还可以给姚市长再来一遍 那倒不必了 既然义帅跟二公子挂念 三公子新妾 我相信我们李帅 也不会让他的属下 瞧人耍拦吧 三少爷 那咱们后会有期 告辞了 走 宋副官 既然你出来乍到 那就去找许副官了解一下环境 对了 把我的裂枪也整理一下 刚才看你枪法那么好 这点应该难不到你吧 是 高公子 李安凯有个不情之情 三少爷请说 我的一位旧友 姓潘 明建池 本人误认为是天盟会 现在就关在昌夜的大牢里 他的家人呢 找到我哭哭啼啼的 非要让我把这个人给救出来 可你也知道 我爹一直很在意天盟会的事情 要是让他知道我救助此人 想必会打断我的腿 所以请高公子跟令尊说一声 帮我做个取宝 这样我爹就不会怀疑到我的头上了 三少放心 邵轩当竭力而为 务必贴三少伴的周全 走 既然没胆子完成你师父的遗愿 还留着这幅卷轴做什么呀 倒不如烧了 正好也借着光亮 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 你们女人少管 范先生是为你而死的 你就不打算为他报仇吗 连准手都没找到 怎么报仇啊 再说了 为师父报仇有父亲和二哥呢 什么时候轮得上我呀 就连救人的事情你都托给高公子 而不是亲自出手 你到底在怕什么 你是怕公公 还是怕二哥 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 既然怕的话 你当初为什么要借这个卷轴 范先生九泉之下 要知道你这么没有志气的话 一定后会把这幅卷轴送给你 我不是怕 我是尊重二哥 我和我二哥是兄弟 不是对手 二哥一心想要灭了天盟会 我总不能冒着冒犯他的危险 直接帮你吧 你也怕得罪人 你用了我送给你的香水 是想讨好我吗 我只是不想你埋没自己的才能 你错了 在乱世的情况下 懂得吃喝玩乐 醉生梦死的才是男人 难道你就这么希望我荣马踢枪 早早让你守活寡吗 我现在跟守活寡又有什么区别 这三个字 是范先生对你的期望 你是不敢 还是没能力完成 老二这次回来 我要好好骂他一顿 谁知道他是真的报仇心切 还是要世人知道 咱们一家手足之情 跟李重年打得如此娇灼的时候 居然又分兵去围成军 你说 我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都不让我省心 父亲 您的车子已经转变了整个福院城 可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说 该杀我的强 到现在还没有打出来 是福还是火 长官 把画面凑给我看看 把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 还有这个 一起都给我放了 是 等事情办周全之后 速速把人带走 知道了 父亲 我们要出去 别吵了 我们要出去 我们要出去 说你 我们要出去 别吵了 听什么关我们 潘公子 请快快上车吧 如果让叶二少爷知道你逃跑了 就不好了 高公子 既然是他救了我 潘某自然当面道个谢才对 受了他人救命之恩 连恩人面都不见 岂不显得我 太薄心寡意了 父亲 车子又回来了 还要继续开吗 继续 再转一圈 范先生是江左的文胆 他都被杀了 不管是谁干的 下一个目标 一定是我 范先生走了之后 江左局势微妙 任心不稳 父亲 您这样做 不怕形势会更加混乱吗 曾经有一任 罗马帝国的皇帝 外出征战时 被误传出死讯 结果 行省的一名将军 马上举兵 拥立自己做新皇帝 人心难测 面子一套 理子一套 我不这样做 能测出什么来呢 欲是浑浊 欲是极湍的河流 能牢到的余 欲大 浮远城 是多么的平静 可是 用不了多久 这城 就进不下去了 可是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外面 还是全无动静 若对方 不是直奔我而来 那只能证明 金矿更加糟糕 为什么 因为 他们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自打江左 吴丹 失去之后 范先生 独称江左大局 无论敌人来自哪里 有什么动作 最终的目标 都是一家 父亲 依我之间 不如把我这个废人 推出去 当成挡箭牌 这样 才是最好的办法 谁敢把你当成废人 父亲老是觉得二弟 三弟不成才 可是如今 二弟能够力压李重年 三弟能够逼退慕容风 都在我当年之上了 要不是你当年 坠马受伤 何止于我这么大的年纪 还要为这些事情费心 尽量能够赢 什么叫自由 自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任意行事的权利 可你们呢 罔顾他人性命 以暴力危害社会 这叫自由吗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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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自由 就凭你们还想救国 我告诉你 我一连是年少从军 打过的仗 比你们听过的都多 我为国作战 浴血沙场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儿 来人 社税 明天 停了他们的水 停了他们的饭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还有什么力气 在这里空喊口号 放手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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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亲自读车 少帅 这间牢房为什么是空的 刚才高度军上五方的 本来关的是谁 他叫潘剑驰 三少爷 您要的人带来了 潘剑驰 潘先生 易三少爷 易连凯 多谢易公子救命之恩 高公子 托你和你父亲救人 你父亲没险麻烦吧 三少爷的请托 怎么会觉得麻烦呢 人送到了 我还要给父亲打个电话 告辞了 谢谢高公子 潘先生长得可真够俊朗 要是托我救你的人提前给我看了你的相片的话 说不定我会亲自去牢房替你做宝 你公子真会收小 我此次闲来 是来答谢公子救命之恩的 你是天文会的 我不是天文会而已 开个玩笑别那么认真嘛 托我救你的人是邓小姐 真正救你的人是高公子 我托人作宝也是我太太的意思 顺水人情罢了 可是潘先生到了枝山上 不第一时间去见你的邓表妹 反而先来见我 这不奇怪吗 本来上山之前 是想来见邓表妹 可是上山之后 我更想见的人 是义公子宁 哼 为什么呀 潘先生也像我一样 爱赌爱马吗 旁人看之山 是玩乐之地 我看之山 是卧虎藏龙之地 潘先生说话可真有意思啊 此山是你开 此树是你栽 见龙在天 江左的龙在这里 胡也在这里 慕容家雄居北方 地大军强 然而西北江双喜野心不小 东北日本人又想乘虚而入 做事